大家看下钢果金的车啊 每辆车的反光镜它都是放了两个这个卡片的 他们这样做的呢都是为了防止这个反光镜被偷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小周恩 我现在是在非洲的钢果金啊 今天啊咱们是一起来探索一下金沙沙的市场 真的是绝了兄弟们看一下 这只要一下雨整个金沙沙就成这样了 这个河里面飘的全是垃圾和黑水 咱们在面前这个Volkswagen 不知道勾起了多少人的回忆啊 他现在都还在跑呢 他们这边什么车子都能装人啊 这边很多摩托车司机 我的天哪 兄弟们感受一下这个钢果金真的是混乱到极致了 这怎么进去啊我去 这边有什么东西吗 这边有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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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钢果金啊它是非洲第二大国 面积是第二大仅次于阿尔及利亚 人口呢也是有1亿 尤其它的金沙沙整个城市人口是有1700万 是仅次于拉格斯和开罗之后的非洲第三大超级城市 当然它的混乱程度也是不言而喻了啊 在所有的桥下都有很多人 这个地方根本就没办法进行正常的拍摄 有很多人会打你 咱们买点吃的 太棒了 太棒了 咱们先吃点早饭 这个面包就没有一点点的味道 哎呦我去兄弟们这个地方简直一下雨就没法走 这边好像是他们的菜市场啊 我们来逛一逛 他们卖的都是啥 讲的呢这个金萨萨给人的感觉就很窒息啊 首先他这个环境让人很不适应 另外那就是他们的人也会比较 他们这个吃的棕榈油就拿来点灯了 这个里面真的好难走啊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们是在吐槽 但是其实我是很佩服他们当地人的这种生存的状态啊 很佩服 我太难了 咱现在在这边买个茶 500大概就是1块5 这是当地的奶茶 虚格 法达姆还脱了个塑料袋 他这些杯子都是公用的 嗯? 要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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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达姆说让我坐在那儿 真是茶啊他们煮的茶 感觉是他们当地的那个草药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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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干完了 下面有一些杂质咱们就不喝了啊 你看马达姆这边给别人做茶 他都不套塑料袋的 只有我他给了我个塑料袋 这非洲的雨季特别难受啊 当地人做生意也都会被影响到 他们这些当地人都是推这个车子的啊 就在资产上把别人运货 真的特别不容易 真的 看到这一幕 我觉得在国内的朋友 应该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幸福 他们当地人没什么就业机会 每天的工作也赚不了几个钱 可能有的人他一天就只能收入一美金 吃个饭都不够 要公平派送了 你吃 你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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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卖蜗牛的 这跟尼尼尼亚的蜗牛还有点不一样 尼尼尼亚的比较黑啊 你看看 这个是鳄鱼肉 哇 等他又杀掉了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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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看一下这个 刚果河的乌鱼啊 感觉跟个蛇一样 哇他就直接盖着了 你可以 你把牙的捏的 这个是多少钱? 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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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 十五块钱 十五块钱 一千元 可以 哈哈哈哈 这个是因为金子 哦 是金子 他说这个是卖衣服的牌子 就当锅钙了 他说这个鱼啊 鱼啊 钢果河的鱼 你看 它就冲了 就是在锅里面的那个鱼 这个妈妈说要跟着我回国 这是他们刚过的主持 刚过好热情啊 用这个勺子的那个饼啊就可以把这个切了 就像切蛋糕一样 他们都在问我 谢谢 谢谢 我们尝一尝 我们来尝一尝这个鱼啊 这个鱼都是很新鲜的 你看它这个肉都是错不错的 喂 谢谢 谢谢 我们来尝一尝这个鱼啊 这个鱼都是很新鲜的 你看它这个肉都是错不错的 喂 啊 看一眼 Ma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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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牧鼠做的 吃起来的感觉有点像是年糕的 Ma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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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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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再见 就刚刚那个卖鳄鱼的哥们 帮了我 帮我把混混拦住了 就让我赶紧走 刚刚那个里面都是泥 现在咱们这个还好一点 是硬化的路 但是我的鞋子已经全部湿透了 这边是我的鞋子 这边是我的商业 这边是我的商业 这些人啊 在刚果军啊 就是有很多这种鸟人啊 真的是鸟人 很多这种乱七八糟的人啊 都会来打断你 很坏 真的很坏 现在已经上车了兄弟们 他们这个车子跟你人俩的比起来 好像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这个板凳都是直接放到木板凳 他这有根绳子好像是开门用的 那边是个音响 然后车子呢 跟后面这个座位是分开的 找了个木板 这个一般的旅行者是真的不敢来啊 这哥们也是胆大啊 他这个门 他这个门要是不好好的 直接把它齐都能齐断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我已经负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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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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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冬现在是搭上了一个当地的公交车啊 刚刚我们是在火面 现在回到前面来了 后面整个开的 这是亚洲 是你大哥 是你生下小哥 咱们这个车子还有空调呢 这是我第一次在非洲做到有空调的这种小房车 但他的雨刷区就只有一个在转 刚刚小冬坐这个车的时候啊 本来上的是一辆不对的车 然后我跟他说了我要去的地方 他就直接让我上车了 然后看到旁边有我要去地方的那个车的时候 他就停下来让我去坐另一辆车 然后我给他钱 他也不要 上另一辆车的时候呢 这个司机和售票员都挺好 就让我坐在了前面 前面又宽又舒服嘛 我们刚刚在市场上 也遇到了有一些人很坏 喜欢找事的 但大部分的人还是挺好的